结局左大剑癌症去世 留下遗产三千万 说出左娜真是绅士 左内根本不是左大剑亲身 而是劳春雪和前男友的孩子 当年左大剑疯狂追求他的时候 劳春雪是有男友的 只不过左大剑坚持不懈地挖墙脚 最终劳春雪抛弃前男友 和左大剑在一起了 当时的劳春雪已经怀孕 只不过还以为是左大剑的孩子 很快两人就生下左娜 这么多年过去 频繁出轨的左大剑 让左娜对他没有一丝丝的亲情可言 所以面对蔡小蕾的挑衅 左娜直接递交了左大剑公司违法的证据 好好惩罚了一番这对狗男女 公司所有资金被查封 蔡小蕾也立刻跑路了 接受调查的左大剑接受不了这一切 竟直接晕倒了 送到医院后被确诊了癌症 癌细胞扩散得很快 手术时候又遭遇了大出血 急需有着血缘关系的人输血 左娜终于下定决心帮左大剑的时候 却被医生告知血型不匹配 这句话暗示得很明显 左娜和左大剑没有血缘关系 这件事就连劳春雪也知道现在才知道 左大剑一直以为劳春雪在报复她 最终大结局的时候 千万遗产一分都没有留给左娜 而是全部留给了蔡小蕾 可左大剑不知道的是 蔡小蕾早就和前男友附和 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还不知道 左娜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一局不振 差点从荣科辞职 多亏了舒逸男一直陪伴在身边 有人安慰就是不一样 最终也接受了舒逸男的追求 而攀岩也在经历了很多案件后 能力更上一层楼 也变得更加成熟 结局和舒逸男成了荣科的招牌律师